北韓被抓包派兵幫俄羅斯打仗 消息曝光第四天 南韓軍方決定老百姓也有知的權利 利用大聲工放送消息到北韓邊境 因為在這裡進行要塞化工程的士兵 很可能就是被推上前線的下個目標 眼看南韓打起心理戰 北韓不甘示弱 兩韓翻臉後互接對方窗疤 但只終究包不住火 對於參戰消息 北韓駐聯合國代表和克里姆林宮發言人 終於回應 兩國口徑一致打起太極 與此同時消息越爆越多 烏克蘭媒體報導一批40人的北韓部隊被派往林區訓練 但其中18人訓練後被留在森林裡沒得吃沒得喝 決定離開崗位逃到60公里外 還是被俄軍抓了回來 同時Telegram有帳號撲出 物動的礦場升起俄國和北韓國旗 疑似是據點之一 俄朝所謂的軍事合作 實際內容正漸漸被攤在陽光下 三立新聞是雙部動